如果这一场在最后一场战役 突然失败的话 突然败选 突然败选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 就是骨牌理论的第一章已经出现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赖清德上台的第一站 就是3月4号 南投县立委的补选 那现在 赖清德知道 他这第一场战争不能输 所以他就指派 民进党副秘书长黄建嘉 进驻南投 就是从2月1号开始 由黄建嘉代表党中央 辅选蔡培会 这里面 黄建嘉他出现的目的 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 强化 采培会在地方组织动员的能量 因为南投县的选区 是跟一般不太一样 南投县的选区 它是重视地方动员 那更重要的是 它的中心 它的乡里 还有包含 农会 的动员体系 是构成了南投县立委 能否胜选的重要关键 这些都是要靠地方力量 那第二个 它的空军 就是我们讲的 它的水军也好 它的广军也好 只能够作为一个补助力量 因为毕竟南投县是台湾 好 选区化 程度较低的地方 这是南投县 这是第二个 一方面是陆军 一方面是空军 或者是水军 那第三方面 就是强化蔡培会的文宣 就是说民进党 已经派副秘书长 进驻南投县 时间长达将近一个多余 那我们看看国民党 国民党当然 他还是按照过去的老路 有许竖华 加上马文军 然后还有一个林明珍 因为林明珍本身 他选过立委 他也选过了县市长 他也知道 这一次的补选 投票率不会太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何胜选 就是说第一个 你必须要预估 你的投票率是多少 第二个 你就必须要 请走这一些 所谓的基层 就是说你只要控制 这一些基层装脚的话 必然胜选 当然蔡培会 她是一年以内 选了三次 从立委 县市长到 立委的补选 她是选了三次 所以她对南投县 应该理解很多 那林明珍是过去的县长 也选过立委 也当选过立委 这次她再度回锅 好 选立委 是因为南投县的中生代 她的绅士 她的气势都不如蔡培会 所以由老将出征 那我们看到这些状况 我们只能够一个叹息 当赖清德知道 这场非赢不可的时候 我们看看国民党 有没有派秘书长 或者副秘书长 或者是重要的人士 进驻到南投 帮林明珍来复权 虽然现在目前 林明珍的声势 比蔡培会高 但是就我们看到的民调 其实差距五六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理解到 就是说当赖清德 把这一场仗 视为他担任党主席的 第一场战争的时候 国民党就是没有放松的本钱 甚至于国民党应该直接 跟彰化台中南投三个县市场 好好的会商一下 谁来担任林明珍的竞选总干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局 毕竟我们可以说 如果国民党三战结结 黄敏慧 王宏威跟林明珍 三战结结的话 国民党的气势能够维持 如果这一场在最后一场战役 突然失败的话 突然败选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 就是五牌理论的第一章 已经出现 所以各位不要去小看 南投县的选举 如果懂得选举的人 都应该要了解 这一场战 是国民党非赢不可 就是说 不是说这一些立委 重不重要 他的任期还有多寡 但是至少要代表 国民党可以在三战结结的情况之下 至少对地方 至少对其他地区 都有一个重要的启示 只要能战 你就有胜选的希望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再来看 赖清德 他当机立断 就是派副秘书长 黄建加进出 就是结合南投的地方派系实力 反共 那林明珍是首次的一方 现在当然他有许舒华跟马文君的支持 但是至少 国民党也要摆一摆个正式 那这个正式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找张化 南投跟台中 县市长 汇商这个选战策略 派四任人选 担任他的竞选总盘事 来对抗 赖清德的人生第一战 这样 才能够维持 国民党胜选的气势 请不吝点赞